因為你現在跟現在比,那說不定明天他超過他 就比如說你跟我比 跟現在比,那說不定明天你超我 明天後天我超你,都是有可能的 這東西就跟開賽車一樣,對不對 明天你們超我,後天我們超我,我超你們 沒什麼可比性 做好自己就行 只要這遊戲你在玩你就會輸 你會輸你會贏,這肯定會輸 沒有人不可能一直贏 看你贏得多或者贏得少 這遊戲你輸贏都很正常,你輸得多贏得多都很正常 就看你輸的時候 你是怎麼輸了,你是被別人 打了爆頭數串然後投降輸還是說 你玩的還可以 但是就是盡力在玩,這隊友讓你贏不了 這不一樣 有的人也贏,看你是躺著贏還是 還是很秀的那種 這隻體連上不一樣 我都認為他還挺靈活 拿了沒什麼犯法 這個人有 有防範型的呀 艾克要來 這裡推慢一點 別推太快 用線 不要推太快 還跟你們講話掉好多步 把藥喝了,他還克來了 騙一下 下面那裡有個野 下面那裡有個野 我只要看這裡就行 給他A吃 哎呀我就知道 應該閃現補一下 不過也可以 看他走不走 他潘他就不走 哇操不走,哇 哇這顆子,哇 是真的 他想招艾克了 別當著我在那邊用盾 哇那他這樣子 就很虧了呀 他這樣好虧好虧 Q1閃 不是我的絕活,Q1閃很簡單,是個玩這魔鬥會 Q1閃 Q1閃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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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上單你們要是碰到這種 玩得比較慫,但是還可以你就慢慢推,因為現在你不要推快啊 慢慢推知道吧 很基本的一個東西,慢慢推 就你發現如果對面 對面很猥瑣,他不跟你換血 就你可以打到他一點,但是你打的不多 你就慢慢推 千萬不要推太著急 因為你推太著急的話 那個限補我進去了 你第一,等級太低 你沒辦法在塔前消耗他,第二 你技能在冷卻 你也打不到他 先反走再正走 就這樣 你如果推太快,那兵線一下進去的話 你技能冷卻,你可能打不著他 然後他等級升起來,他又在那晃來晃去 就沒機會 所以說你要慢慢打 就是你 你可以用你的Q去,先清掉一半 然後你,對吧,你剩下一半時間,你看就堵在這裡 你補到同時他冷卻快好了 這個時候最後一刀 這個時候進去,技能就好了 這個時候他才剛開始補到 可能他要被你打 黑眼圈中 黑眼圈中很正常 有點黑眼圈不很正常 年輕人有點黑眼圈都很正常 沒有黑眼圈才不正常 你看跟你說話啊,我的Q3放歪,不然我Q3砸中他一個點,一個桶,一個鐵刺邊,一個點燃,他就 就死了 都怪你了,整個正常在那問問問問 黑眼圈 黑眼圈 天天在那問 問 問 想看一把星蟲 對了當當我還欠你一把星蟲 欠了一把 想看一把星蟲 但是我已經買鐵刺邊了 看下一把,應該有機會 應該有機會 187 幹嘛 我是他就R閃 R閃,R閃,W 點火 直接黏著一套就完事 他其實應該R閃,R閃,W,A,點火 然後Q 然後用E來追我 追追追一個Q3砸下來 一個閃,一個R閃 他其實有機會殺我 如果要高手日文這波來殺我的話 我在這裡晃的時候他肯定會卡我Q的間隙 就是我只要出Q他直接R 我只要出Q他只要R閃,R閃過來然後W踩到我 然後踩到我那瞬間因為我放Q打他了 所以我吸了塔仇恨,這裡我肯定會被塔打一下 有這時候他W完然後直接就A AQA就留著E追我 就行了,跳點火 我就逼死了 這我都知道這波怎麼殺,但是 我試探試探,我發現這個人不太會 所以他白贏 所以他白贏 其實對方的極限你是可以試出來的,對線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一上來就想要先跟對方打,我教你們一個對線最簡單的辦法 就是最最基本的一個理念就是你上來 你沒跟這個人打過 你先把你 左搖右晃在那試 你試一下他 看到他是什麼情況 看到這個人 他對於技能的使用 因為你打一個英雄多了你肯定知道 他什麼時候會上來消耗你,你肯定會記住那些 高手 比如說你 你打過玩青鋼影的 你肯定打過那種很難打的青鋼影 那你自然你就會有那種記憶啊 有那種GO記憶 也不是GO記憶吧,就是有那種 比較習慣性的那種 操作 就比如說 他走什麼位置,你肯定知道他會上來W 就是他稍微你的血量怎麼樣,他肯定會稍微貼強,你肯定知道他想打你 你肯定看得出來他什麼站位 他打也可能會抓你,你是感覺得出來的,像打鱷魚也是 你肯定有什麼時候你會覺得他會意上來 你打瑞雲也是,什麼時候他會上來意,你打那時候他什麼時候會拉你 但是 你稍微打一些不厲害的時候 你是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 就是對方他好像 好像 就有的時候他的站位有點 懂吧,就莫名其妙,就他好像就站 你站這個位置是什麼意思 就莫名其妙就撐你一個Q,這個其實你是感覺得出來的,就其實你 你稍微感覺出來就知道,對面可能 他要麽在裝蠢,要麽就不會玩,就只有這兩種 你玩久了就知道了,所以說對線經驗很重要,就有的時候哪怕 你碰到個 很難打的一個人,他把你打,他把你打,打爛的 其實也是,也是一種好事 我不是說,呃,我不是說你們輸了,我這也說活該,怎麼辦 就有的時候你們輸了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你的經驗 幫助你 下一次贏得的對線 就比如說你要是下一次打這個瑞文 他要沒上一個厲害,那上一個他的那些操作,你肯定就會有警惕性 你有警惕性,你下次就不會犯這種錯了 什麼意思啊 我操他E上來打我 是不是 這裡有點小事 我還是傻 還可不在 你們是感覺得到,我們先打劍機 你像打劍機,你放了Q,對吧 你放了Q一段 然後這時候他的Q跟W都在,你放Q一段,這時候你放Q2 你可能距離合適 對吧 他有可能會QW上來碰死你 不過你要注意的呀 因為你上次被這麼幹死過,你肯定要注意的 對吧,你注意了,你下次就會好打 避開那些你曾經犯過失誤的,但是也不一定說你 你記錯了,你以後就不會犯病了 你記住還是會犯病 就算你記住了 你下次還是會犯病,有的時候我也會 當然這個可能就狀態不太好 跟你朋友吵架啊,空調溫度不合適啊 吃的外賣裡面沒有加充啊 這都有可能 對 能懂不 就可能空調溫度不對,今天心情不太好 吃的蔬菜不太行 今天又沒有看黑屍 都有可能導致你的操作有點 玩得很煩 玩得很煩 所以你要多玩 多累積經驗 上單就是這樣 我們就這樣進步的 不然還能怎麼辦 沒有捷徑的,你總不可能 你可能看了這個教學,看了那個教學 你看了那個短視頻,那個短視頻 你懂得很多,但是要你 給他打出來,你肯定很難打 那就說明 你得 對吧 牛逼,直接交纏 殺我,哎喲,讓他殺就好 不該給男槍殺的 男槍殺我就好 超伯來嘍 瑞文認真玩,是啊,說不定瑞文他就在用那種形態 他可能碰到我 可能我這個劍魔他可能沒見過這麼玩的,他覺得很稀奇 把他打爛了 他可能想的不是 很煩,他可能不是想的這把書,他可能就很興奮 就有個人能吊打我,他會很開心,其實我也會有這種感覺 就當我碰到一個能夠把我吊起來打的時候,我也很興奮 他把我打死,他把我踩頭 羞辱我,我就很喜歡那種感覺 我就有一個人能夠 能夠騎在我頭上那種感覺 我就很興奮 這就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這就意味著 這卻意味著 有些可能 啊,這幹嘛怎麼死 這就可能意味著,就有些你可能 以前沒有見過的東西 你可能學習,這就勾起了你的學習的慾望 你知道嗎 就突然想學習 抖,這不是抖 確實是這樣子,你要是碰,你要是 這就跟你們,對吧有些兄弟可能,哇這平時 稱霸籃球場 哇這沒得打的,哇這這個班昨天吊打過那個班昨天摩擦過,就突然來了一班人,哇這把你們按在地上摩擦 那你就肯定很興奮的嘛 你就肯定很 對吧 熱情高漲,哎這約起來下一次碰一下 小夥子你這什麼球鞋啊 碰一下 哪個班的 有的時候你並不會覺得說 會覺得打不過丟人 不用這麼想 因為四個人他就會輸 你不用這麼想 你下次贏回來就好 輸輸贏贏,他總會輸的 能懂嗎 這就是你 放平你自己的心態 要好好去玩每一把遊戲 輸了 你也不要太急 你輸了你就想,哎呀你這把哪裡放兵了 我是會總結的呀 我其實打完有的時候輸,我會在那裡想 這把遊戲哪裡輸了 是我自己的問題 如果不是你自己的問題就不要想太多 還要跟你們說話,吊炮車也超 你像我這種,我每次都在想,是我自己 差一馬補不到,就後來我認真想了,好像真的是彈幕的問題 因為我每次跟你們說話的時候,我會錯過來這個上路的時間,這好像真的是你們的問題 我補到沒問題 我仔細想了就好像是你們的問題 我 我操,這超模還打得不會有 好 你們在這裡等我 快快快 拆家咯 拆遷犯來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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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路一直被上蟲也怎麼搞怎麼辦 那你 你可能兄弟你被搞死的時候,我估計你應該是被耗血了,然後又塔了 那你下次盡量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就是你知道對方要用你的塔 那你就不要犯劍 你就不要去被對面換血 等我意思嗎 你被約塔肯定是你有些地方做不好,你想要自己哪裡做不好 你先反省一下 你先想一下是不是自己哪裡有問題 讓對方注意到你了 你是不是壓線太深 你是不是頂得太深了 讓對面很討厭你,還是說 還是說你哪裡 你換血換的不對 還是說你 防禦塔進來之前 你 對吧 被對面囤了太多兵 你自己想要這個問題 對不對 你自己想要這個問題